青年与文化座谈会 自从校三点钟起在台北市实践堂起行 由青国会主任委员潘振球主持 郑清晰教授主讲了当前国家建设 对人力应用的要求 教育部国教师师长叶土生 张庆台教授和丁又前教授等 也分别就国中毕业生出路的问题做了说明 他们认为除了升学在就业方面 也可以参加各种技艺训练 一面就业 一面进修 同样的可以开创辉煌的事业 也可以升入大专业校或技术学院